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 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 因为你们说反行恶的 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 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马拉基书第三章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茧 17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 反锁就是说让上帝很疲倦 你们一直跟上帝讲那些话 让上帝听得很烦 那因此呢 你们就说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 在什么事情上让上帝很烦 反锁他呢 马拉基书里面有六次 这个上帝通过马拉基责备百姓 但百姓不受教 还不断顶嘴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 有这样子呢 这边是第四次 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 耶和华的眼目看伪善 并且呢 耶和华他喜悦这些恶人他们 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这些话就是他们在质疑 上帝是公义的嘛 如同第一章一开始 他们质疑上帝爱我吗 这边是质疑上帝是公义的神吗 那上帝就认为说 你们这些话我听得很疲倦 我听得很烦 因为你们认为我 眼目都不查看恶人的行为 然后呢 认为我是不公义的上帝 三章第一节 万君之一和华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公义的神一定会来到 在我来到之前 我会先拆派一个使者 替我开道路 那你们所寻求的主 就是你们不是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所以你们所寻求的公义的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代表说这位公义的神 他在你没有想象的时候 他就忽然连到 提醒你要赶快悔改 每天他来的时候 你来不及悔改 他进入他的圣殿 坐在二基督伯的宝座上 按着约会里面的律法 审判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要灭亡 然后呢 第一约的使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你们一方面寻求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 二方面是寻求等候 仰慕那一位 来跟你们立一个新约的一个使者 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 特别透过马可福音一章二节 他就引用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 这边的经文很有意思 一方面是你们所仰望等候的是那位公义的主 就是神 审判的神 圣洁的神 那二方面你们所羡慕的 渴望的 是那个能够带领你们来立约的使者 好像旧的律法你们是守不住的 旧约你们守不住 所以这个上帝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约 那这个新约呢是由上帝那边所拆派来的一位使者 带领你们所立的 那由于呢这是一个平行的经文 所以你们所寻求的主跟立约的使者指的是同一位 所以这个经文就会被马可福音拿去引用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既是神又是从神那边拆派来的使者 那我们知道就是弥赛亚 他既是神子也是人子 他既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天上宝座上的君王 他也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 大家所仰慕 所等候的弥赛亚 好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二节 他来的时候 这个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 谁能立得住呢 这边首先要讲到 这位又是这个神子 又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他来的时候 首先就他公义圣洁的那个部分 没有人能够站立的住 抵挡的住 所以连那个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 他们在耶稣的面前 他们就显出他们是罪人 所以都要悔改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瓢布之人的茧 炼金之人的火 要把这个杂质去掉 提炼出纯金 瓢布之人的茧 要把那个布瓢成这个雪白的 也就是说这是圣洁的主 他要除去人的罪恶 然后让死人可以成为圣洁 好我们继续来读第三节到第六节 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 必洁净利位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 献贡物给耶和华 那时 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贡物 必蒙耶和华月纳 仿佛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 我必速速做见证 紧接行邪术的 犯奸淫的 其假事的 亏负人之功架的 欺压寡妇孤儿的 屈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 没有灭亡 第三节 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 然后呢 必洁净利位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 献贡物给耶和华 我们透过经文的上半段知道 一方面 这位圣洁的主 他来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站立的住 因为人人都是罪人 第二个 这位圣洁的主来的时候 他首先要洁净第一批人 让这第一批人呢 他们啊 是成为圣洁 洁净的利位人 好让他们呢 可以凭公义 带领百姓献 上帝所喜悦的贡物 就是祭物 给耶和华上帝 所以呢 这边看到上帝的 这个公义审判 也看到上帝的慈爱救赎 他审判的罪恶 但他也洁净了一些人 让他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能够成为出手的果子 那这一切的预言 都在行约 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就全然实现 第四节 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贡物 必蒙约合好悦纳 仿佛古时之日 上古之明 也就是说只有到 那个新约的时候 那位立约的使者 那位道成若生的弥赛亚 而他本身也就是 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 他带来十字架的赦罪之恩 然后呢 只有他来的时候 这个得到洁净的百姓 罪得赦免的百姓 他们凭着信心 把自己献给神 所献的贡物 那才是真正 耶和华所悦纳的 那才是 如同 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也就是说 当初颁布律法的时候 上帝要百姓 献祭的真实的意义 在那一天 才会完全的 实现出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五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临近你们 施行审判 我必数数做见证 警戒行邪术的 犯奸淫的 其假释的 亏负人之功架的 欺压寡妇孤儿的 往 驱往寄居的 和不敬畏我的 这边是讲到一个相反 刚刚讲到说 那些 知道这个 立约的死者 以及这个 审判人的主 快快来到 他就赶快悔改 接受救恩 这样的人 就可以成为圣洁的祭司 然后献祭给神 讨神的喜悦 但相反的 那些硬心到底的 死不悔改的 那他就要留意了 上帝也是 他要必 临近你们 而且是 数数的 来到我们当中 在你想都没有想到时候 上帝的审判就来了 那很多这些 在旧约律法上 明明所记载的 神所不喜悦的那些 罪恶 都要受到审判 如同我们刚刚所 赌的那一切 那都是律法上说 严严禁止的 而且是犯的人 死不悔改的人 就要判死刑 就要灭亡 因此呢 我们去来看第六节 所以呢 因我耶和华 是不改变的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 上帝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在旧约的时候 人靠自己 行不出律法 所以到新约的时候 神拆办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全新的 属灵的生命 使我们从心里面 愿意跟随圣灵 愿意去行出 上帝对我们的 教导跟吩咐 这是旧约跟新约 最大的差别 旧约是人 纯粹靠自己 新约是靠着 实际下救恩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天父爱的呼召 使我们能够 喜欢去行 上帝的教导 因此呢 耶和华 我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 没有灭亡 在第一章的 这个第二节的时候 这个雅各之子 就是这个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 就是雅各 所以呢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就埋怨上帝说 上帝不爱我们 不然不会让我们 现在过得这么辛苦 在经过 巴比伦把我们灭亡之后 后来又带我们 被鲁归回 日子可能还是比较辛苦 那上帝说 我没有不爱你们 想想跟你们一起 这个被巴比伦 灭亡的移动 他们现在连复国 都还没有 你们已经 被鲁归回 重返耶路撒冷 你们难道没有察觉吗 从他们的祖先 以嫂开始 我就没有拣选以嫂 只拣选以嫂的弟弟 雅各 就是你们的祖先 到如今 我还是只拣选 你们这些 愿意悔改的 以色列人 使你们被鲁归回 至于还心硬 只想靠自己的移动 人 就是以色列的后代 我到现在 都还没有让他们 这个复兴 所以你说 我没有爱你们吗 那这边也是一样 他就说 你们雅各之子 没有灭亡 我对你们 我是没有改变的 只要你们愿意悔改 我的爱 从来 不会从你们身上 离开 所以上帝说 我是没有改变的 上帝的爱 跟上帝的公义 是同时并存的 那怎么样 结合在一起呢 就是透过 我们愿意认罪悔改 就进入他的赦罪 资爱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 不仅不会得罪 公义的上帝 也使我们生命 一同成为圣洁公义 好 最后我们来读 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问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购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购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购物上 因你们通国的人 都夺取我的购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 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 在未熟之仙也不掉果子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 因你们的地 必称为喜乐之地 第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 就是偏离我的律法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转向就是 这个英文的return 就是说你们要转过来 回转过来 转向我 不要背对我 那我也就会转向你们 所以我们就可以面对面 重新恢复我们的关系 但是呢 你们却问说 我们要如何才是转向呢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是你认为的 我们有回转归向你呢 第八节 上帝就说话了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 上帝说要回转归向我 然后呢 遵行我吩咐你们的律法 很简单 你们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人怎么可以来抢夺 抢劫上帝的东西呢 神之物 那你们尽敢来夺取我的贡物 就是归我的这些贡物 竟然被你们抢劫 抢走了 然后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贡物呢 这是第五次他们顶嘴 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错 我们在何事上 哪有去抢劫你的贡物呢 上帝就回答了 你们抢走我什么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还有当线的贡物上 你们抢劫了 夺走了 属于我的东西 记得这边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把十分之一归还给上帝 因为上帝说那是他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各种当线的贡物上 包含律法上所要求 规定要献上的这些 节旗啊 还有一些献祭啊 还有一些圣灵感动你 使你甘心乐意 额外再去奉献给神的 所以不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些都叫做当线的贡物 神所规定当纳的十一 以及神所感动你 要当线的这些各种的礼物贡物 你消灭圣灵的感动 或违背律法 没有去遵行 在旧约来讲 你就是抢劫 那属于上帝的东西 因为你们通国的人 就是你们整国的人 整个以色列百姓 每一个人都一样 都夺取我的贡物 你们没有忠心的 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忠心的把当线的贡物 拿来给我 你们消灭圣灵的感动 违背律法 然后呢 抢夺取我的 所以呢 你们违背律法 那咒诅就会临到你们身上 第十节 万君之耶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 就是十分之一 就是十分之一 不打折扣的 不要跟神讨价还价 全然送入上帝的仓库 使我的家 就是圣殿 现在来讲就是教会 使我的家有粮 以此来试一试 原本是试验 以此来试验 我是否为你们敞开 天上的窗户 请福于你们 甚至呢 这个窗户打开 祝福倒下来 到一个地步 甚至无处可容 多到没有地方 可以再装上帝 给我们的祝福 好 那这段经文呢 是马拉基书 很有名的段经文 今天几乎 很多教会在讲 你要那个十一奉献 就会讲 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经文 甚至他会鼓励你 他会说 这是圣经里面 全本圣经说 你可以试探神 或是试一试神的经文 所以尽量试 看看你 给上帝一块钱 上帝会不会 给你十块钱 你现在十分之一嘛 你把一块还给上帝 你看看下个月 神会不会 再次把十块给你 那很多人想说 哇那 投资一块赚十块 当然要 我来试试看上帝 是不是这样 如果上帝下个月 没给我十块 我就不奉献了 因为他说 我可以试试看上帝 兄姐妹抱歉了 这个教导是完全错误的 你如果能够读懂 整个马拉基书 它是一个顶嘴之书 就是百姓都是用顶嘴的心态 来背逆神 当上帝透过先知 指出他们的错误时候 他们立刻的反应应该是 马上悔改 神说我们哪边做错的 我们马上修正 马上改 而不是说我还要顶嘴 然后呢 真的有那个胆子 我来试探神 你抢上帝的东西 你真的被上帝责备了 你都丢脸 不好意思都来不及了 赶快把东西还给上帝吧 你还好意思说 这是我抢你的东西 那你说还你 你会祝福我是吗 好那我就试试看 我就暂时把我抢来的东西 先还给你 看看你下个月 会不会祝福我 如果你不祝福我 我还得抢回来 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对的 如果你真的读得懂 马拉基书 你是不敢试试耶和华的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今天我们全用备用 这段经文来试试耶和华 代表你没有读懂马拉基书 所以呢 这个当我们愿意重新悔改 走回上帝的道路 你会发现 其实神本来就要祝福你 为什么这些年来 你都那个生产啊 还有农作物啊 经济行为啊 都不蒙祝福了 因为你没有走在神的 在告诉你的正道上面 你偏行几路 所以你离开神祝福的道路 今天你愿意回转归向神 走在神吩咐你的道路上 忠心的去执行 你就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上 神本来就要祝福你 走回神的道路上 就是走回蒙祝福的道路 所以呢 当你愿意重新 造神的命令和教导 去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记得还有什么 当线的供物上 那神就让你经历一件事情 十一节 万全之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 蝗虫的原文是吞噬者 代表他们所种农作物 都被蝗虫吃光了 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 还有呢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 在喂熟之先 也不会掉果子 代表之前 农产都被蝗虫吃了 这个果子 喂熟就落了 不能吃 所以收成都没有这个 没有好的 十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为你们 唯有福的 因你们的地 必称为喜乐之地 原文是你们的地 必称为人最喜爱之地 就是你们将经历到 这个地 要装满了上帝的祝福 因为你们走在 上帝的道路里面 神本来就要祝福我们 只是人不信靠神 偏行几路 去走那个崎岖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 最好的方式就是 神光照我们哪边不对 我们立刻悔改 走回祂的道路 你就会发现 神本来就要保护你的田产 神本来就要保护你的 这个果树 这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要 透过律法 来祝福 愿意信靠跟顺服祂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千万不要让我们像 马拉基苏的这些百姓一样 不仅心硬向你顶嘴 不服你的管教 甚至还心硬想要来试探你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继续 占你的便宜 继续跟你用交易的这种心态 想从神身上得着好处 主啊我们若真爱你 我们羞愧悔改都来不及了 我们哪敢再试试你呢 求祖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被受教的心 愿意被神光照的心 你的心意本来就是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走回你的正道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